大脚心讯息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逐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扬升 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途径可以提升一个人的意识 这并不一定要通过痛苦和磨难来实现 但是 当一个人不注意时 潜意识里往往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没有人会有意识地说 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中出现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但它还是发生了 而且在地球上经常发生 尽管痛苦和苦难总是服务于某个目的 但你们可以通过追随自己的喜悦 同样快速 轻松地提升自己 你们可以更密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中 正在发生的一切 你们可以通过不断地选择爱 而更稳妥地向更高的疆域前进 无论你们正在面临怎样的环境 这都是你们的出路 问问你们自己 在面对这个的时候 我能成为爱吗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就问问自己 为什么 也许在你们到达内心的爱之境 在触及一直都在你们心中 且一直都可获得的爱之前 你们需要体验到一些负面的情绪 这没有关系 你们注定要去感受地球上 让顾你们体验的一切 因此 只要你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 是到达内心的爱之境 那就尽情释放你们的怒火吧 无论你们出现什么负面情绪 就让它确切地表达出来吧 你们不必改变它 也不必转化它 你们在改造自己 而改造自己的方法之一 就是接受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 并在面对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时 作为爱而存在 仅仅因为你们感到些许愤怒 些许悲伤 些许恐惧 甚至些许仇恨 并不意味着你们在退化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或成为那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 这只是意味着你们暂时体验到了非爱的自己 而你们在化身来到地球之前 就知道自己会有这类经历 你们知道一切都会摆在台面上 让你们去感受 并且感受地球上的经历 所提供的任何东西 都会对你们有帮助 因此 你们可能需要不时地提醒自己 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 最终的目标永远是 作为爱而存在 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在通往爱的道路上 经常会有很多不想要的 感觉不太好的情绪 那么你们就会更快地达到那个目标 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想知道自己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希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个使命 当你们面对自己遇到的任何事物 都能给予自己感受到爱的那个境界来应对时 你们就能为他人提供服务 其他人需要看到一个榜样 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样学样 他们需要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铺平道路 你们作为觉醒的灵魂在那里 因为你们想自己率先做到 然后再演示给其他人看 你们中的许多觉醒者也是老师和引领者 你们是向导 当你们用爱照亮自己的道路时 其他人 不论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都能够追随你们 且最终都会追随你们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下期见